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身为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一生相当精彩 死后也很传奇 探丈夫唐高宗和葬的乾陵 更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埋葬了一对夫妻 两代帝王的陵墓 根据考古学者探勘研究 至少500顿的西式珍宝陪葬 也难怪1300多年来 有许多盗墓者寄予 统计遭盗墓26次 而一代女皇在人生画下据点的时候 留给自己的却是一块无自卑 究竟为何是有卑而不可自呢 陛下 这奴 我把江山 还给你们了 西院705年82岁的武则天 传位给儿子唐中中离险后 并是洛阳 离险按照母亲的遗愿 以高中皇后的身份 和丈夫李治同葬前邻 他位在陕西的一个梁山 总共有三个山峰 但是主要有两个峰 是北峰跟南峰 这两个是对似的 所以看起来就像一个女人 躺着这个头部跟胸部 两座山峰就像天然大门 四公里长的司马道 两旁排列十颗群像 这是距禁1310年的陕西潜陵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合葬墓 富丽唐皇是历代租皇陵 最漂亮的 里面的珍宝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根据统计大概有500吨之多 里头不仅有一些金银珠宝 还有最特别的一个国宝 那就是黄西之的蓝亭集序 500吨的西式珍宝 相当于85头大象的重量 就藏在潜陵里 也成为盗墓者寄予的目标 而唐代十八座帝王陵起 只有潜陵用花岗岩砌尘 就像铜墙铁壁 唐代中他有讲过一句话说 无木不被卷 被挖掘 所以说 只要底下的以后的进行试试 你要盖陵墓的时候 绝对要盖得安安全全 牢牢固固固的 就仿长安城的一个格子来兴建 根据史书记载 一千三百多年来 潜陵就有二十六次盗墓记录 每次都有怪事发生 比较有大规模记录的 大概是三次 首先是在西元881年 唐末的皇朝之乱 这个皇朝自成是大齐皇帝 他当时带领着四十万的兵马 开始挖掘这个梁山的潜陵 用这个铁锹 铁铲 铁柱这样子弄徒手地这样挖 挖了好几个月 挖了好久 把整个梁山都铲平了 大概是要半座 真正挖了将近有长达 四十公尺的这个皇朝沟 但是都还是找不到入口 所以真的不晓得 怎么再挖下去的时候 他只有放弃了 那第二个生出魔掌的呢 是耀州节度使温韬 那温韬呢 其实在潜陵之前 早就挖掘十七个陵墓了 也就是说 他早就已经光顾过其他陵墓 所以后来 他也把矛头指向潜陵 也动员了数万人 到了梁山来挖潜陵 那不过啊 不晓得是潜陵啊 有奇门遁甲 还是刚好天意如此 他每次上山都风雨大作 连续三次都挖不下去 但是啊 人马一侧 这个天气就转好了 可能啊 这个温韬啊 跟潜陵啊八十九九 完全啊 没办法挖到 但过了一千年后 宁国初年 武则天葬的潜陵 差点被倒挖 有一个军阀叫孙连仲 大概他是想效把那个孙殿英 去炸开那个慈禧太后的青东陵 所以呢 这个时候是有炸药了 因此呢 这个孙连仲呢 带了一个师的兵力 用炸药呢 想要把潜陵炸开 用军事演习来做幌子 用黑色炸弹 黑色炸药把这一个潜陵的木道三层这个石条这样炸开 可是啊 等他进入是啊 他已经挖到了这一个出口 可是一进入的时候啊 突然冒出一股熔烟盘旋而上 就成为龙卷风 顿时啊 天昏地暗 轴石飞杀 结果呢 守汤其冲的七个士兵当场吐血身亡啊 其他人看了哪里还敢继续前进 所以后来呢 那个孙仲连也就学了挖掘潜陵的念头 唐朝十七个帝王墓都被破坏 唯有潜陵没被盗墓得蠢 但令人好奇的是 唐忠忠李显为母亲武则天所立的碑 却是无自卑 正直被杀 那我们看到在历史上 他也不是第一个立无自卑的 像汉武帝他曾经登泰山 风禅祭天 他认为自己呢也是相当有功劳 所以也有一个无自卑 所以武则天可能认为自己的功劳呢 是不养于汉武帝的 第二种呢 则是说呢 他认为自己罪灭深重 所以还是什么都不写好了 因为他毕竟呢 残杀礼堂宗室 所以他自己呢 愧对礼堂 那么至于后人第一个就是唐忠忠李显 那么李显我想他也相当的为难 对于这个母亲 他是爱恨交加 再加上这个乾陵呢 是中国历史上唯一 两个皇帝合葬的灵情 所以呢 其中一位是李显的爸爸 一位是他的妈妈 如果他称赞妈妈的功德 就是贬低了爸爸的佣诺 所以他更难下手 一旦吕黄的功过 因为吴自卑给了世人无限奖赞 武则天酷爱书法 也能为自己造字 这个字是照 日月当空为照 这个字是我所创 日月当空 日月当空就是照亮的意思 他就照了一个这样的字 那你可以从这里面去会议 知道说日月当空 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 那这三个字合起来 就是照 照要的照 还有像这个山水土 这三个字合在一起是什么 有山有水有土 就叫做地 这些词被称为则天心词 大约有十七个 但因为书写困难 渐渐被遗忘 是我勇时的双旋 忽舍的一切 这是大团梦最灰 心无畏 武则天在位短短十五年 名样女皇存在争议 但他的文质武功 承袭贞观致志 为后来唐朝开元盛世 打下基础